这个学俄篇的第十四章 相当的有意思 原文是 子曰 君子时无求保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胜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矣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难懂的 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不是只搞懂这个句子的 字面意思而已 所以不要着急 先来看古代的学者 对这一章的观点 何彦的论语著书 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只是分别吟用了 正玄和孔安国的著解 正玄说 不追求安定温饱 是因为休息的人 没有闲暇去顾及这些事情 解释了前半部分 孔安国说 敏就是迅速 有道就是有高尚品德的人 正就是询问他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唐朝韩玉 在他的论语 遗解里面说 正说的是 询问大道 而不是问具体的事情 这一章前面的部分 说的是事情 后边的部分 说的是大道 孔安国没有分开来解释 那事情和大道 就混淆起来 没有区别 李敖说 为人和为证 有关的事情 都可以叫做事迹 那么大道 就是圣贤的 高尚的品德和行为 不仅仅是记忆 背诵 写文章的学问 孔子说 言回这个人 好学 不把愤怒 发泄到别人身上 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 这样的行为 才叫做好学 孔安国说 询问事情的对错 只得到了它 浅进细微的部分 而丢掉了主要的 重要的部分 《论语笔节》 这本书里面 掺杂了很多 宋明理学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怀疑 它是宋朝末期的伪作 半真半假 你有办法考证 但是这里对孔安国 注解的 问其是非 这句话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也引发了 后世的一些争议 所以我们这里 还是把它拿出来 讲一下 朱熹呢 给出了这一章完整的解释 他说 不追求安定闷饱的人 是有远大的志向 而没有时间顾及 敏于事 是在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努力 胜于言 是不敢把话 说得一点余地都没有 到了这个程度呢 还不敢说自己做得很好 还必须靠近 有道的人 来修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凡是说道的 都是事物的当然之理 这里要顺带说一下 这个当然之理 就是朱熹的私货 什么是当然之理呢 这就要说到朱熹的穷礼功夫 我们简单讲一下 宋明礼学 顾名思义 就是把礼 作为本体 那这个礼怎么来的呢 格物自知 诚意说 无学虽有所受 天理恶制 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这是宋明礼学 天理的起源 那什么是天理 这个就需要仔细地研究 宋明礼学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这里不深入了 简单地说 天理大致就相当于 哲学上的普遍客观规律 程浩的观点 天理是普遍存在的 客观存在的 同时也是 没有人为安排的 天生如此 自然而然的 朱熹在程浩的观点的基础上 更加细致深入的 详细了天理的概念 他说 穷理者 欲知事物之所以然 于所当然者而已 知其所当然 故行不谬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要研究天理 就要知道 事物为什么会这样 以及 发生这种现象 的原理是什么 知道事物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心智 不会被其他东西所迷惑 知道事物 发生的原理 所以做起来 就不会出错 朱熹的弟子 陈纯 更是把天理 分成了 能然 必然 当然 和自然 是个层次 比如一个小孩 掉到井里了 看到的人都觉得难过 不忍心 发现我们能产生 这样的想法 这是能然 那么再进一步思考 是不是我们可以 自己控制 自己的想法 不要有这种 不忍心 难过的想法 控制不了 多少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必然 再进一步 为什么我们会有 有不忍心的想法 是什么道理呢 是因为我们 都有人性 所以当然就会不忍心 这就是 当然了 再深入下去 这个人性 是怎么来的呢 天生而来的 这种人性 这种人性 每个人生下来都会有 这就是自然 从这个例子 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 很明确地知道 什么是 朱熹 这个注解里面说的 当然之理 所以 最后他说 人之所 共有 是每个人都 是每个人都 共同遵循的天理 这个就是 所谓的道 道这个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地位 可以说是 至高无上 当然各家都有 不一样的观点 有人认为 它是 哲学意义上的本体 有人认为 它包含了 完整的方法论 那么在 宋明理学的体系里面 道 就是天理 清朝的王子 对宋明理学的这个道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在 世俗参注里面说 道 就是事物 应当怎样运行的原理 大到社会的人理常识 小到百姓的日常运用 都有各自的道理 就好像走路的人 各走各的路 所以把它叫做道 它的源头是天相命性 根本是在人的本性 然后存在于 人的思想当中 没有任何时间 任何事物 能脱离这个理 每一样都是从 人的本性当中 自然而然的 呈现出来 所以中庸里面说 顺应本性 这个率性 就在中庸的第一句 天命之为性 率性之为道 顺应本性 就是所谓的道 然后又说 片刻都不能离开 历来讲述 什么是道的 没有比这种说法 更明确贴切的 这是宋明理学这一派 对于道的理解 我们先把朱西的天理说清楚了 再用王子的这段话 把它跟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的 和中庸思想 结合起来 王子这个人 做了二十多年官 政绩相当不错 可见人家读书可不 仅仅是记忆 背诵 应付考试 而是把学到的东西 实际运用起来 而且的确 是看到成效的 我们再来看 李勇在 《世书反生录》里 说的一个故事 这些古人了解了 这一章的道理以后 是怎么用到自己的身上 也就是成疑说的 切记功夫 是怎么去做的 李勇首先说明了 这一章的精神 只有志向不放在 安定温饱上边 一个人的品格 才能稳定下来 志向不放在 安定温饱上 才能专注地领悟 和实行道义 隐居的时候 不过多考虑 个人的安定温饱 那么出来做官的时候呢 就一定不会 总是想着发家自负 这句话出自 《易经细词》上 君子之道 或出或出 这样的人 才可以说得上 是君子 否则就是小人了 百宋时期 有一个名叫王忠的 香室 惠室 电视 都是第一名 都是第一名 这就是过去说的 连中三元 大家都知道 状元厉害 状元 是电视的第一名 还不是最厉害的 过去的几次考试 都是第一名 这才是最厉害的 学霸中的学霸 所以有些过来 祝贺的人 就对王征说 你身为读书人啊 三次考试 都是第一名 看来这一辈子 吃的穿的 都用不完 各位 如果你儿子 高考考了个状元 清华百大 随便挑的那一种 别人这样来 祝贺两句 你儿子有出息啦 毕业以后啊 闭着眼睛 都能找个好工作 这一辈子 吃穿都不用愁啊 没有什么恶意 也都在情侣之中 都在信头上嘛 你可能就谦虚两句 啊也不行 以后买房子结婚 还要操心呢 之类的 或者表示一下感谢 就过去了 王征不是 他是怎么说的呢 征正设答约 就是很严肃的回答 我王征一辈子的理想 不在温饱上边 按我们今天的观点 这个情商就太低了 一句话就把人 怼到墙角了 还能好好聊天不 但是我们 换个角度来看 就发现他的确是 自学修身立业 整个思想 都是一致的 而是说不到了什么道理 记在脑子里 就结束了 或者就只是躲在书房里 搞什么逻辑推理 而是按照这个道理 切实地修行 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这样的思想 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所以无论是说话做事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人对己 都是严肃认真 真诚实在的 随随便便讲两句客套话 虚与为疑 不是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学霸 高考考了700分 但是思想境界还没有上去 还不是真正的学霸 那这个王中 后来怎么样呢 力朝不够 事业作然 就是说做官的时候 非常的认真 一点都不马虎 最终成就了非常卓越的事业 有那么卓越呢 第一说做官 做到了什么位置呢 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简称同平章士 这是实打实的宰相 够厉害了吗 还不止 第二 看四号 古人在一个人去世以后啊 这个四号 是很讲究的 一定要能非常客观 一定要能非常客观 准确地 评价一个人的一生 王中 王中的四号 文正 司马光说 这个四号是 四字极美 无以复加 一个字 到顶了 道德修养和学术成就 都是最高的 才能称得上文 政治和事业的成就 达到了巅峰 才能称得上 以后各位看到 有四号文正的 都是君子中的典范 历史上 或者这个称号的 都有谁呢 大家熟悉的有 魏征 范仲淹 司马光 耶利出差 方笑如 曾国藩 都是这些 有大成就的人 所以这一章说的 就有道而正焉 什么是有道 这些人都是可以 各位能看到的 有道君子 都是很好的模样 最后李荣对比了 他当时的现状 他说 今天的人 一辈子的理想 就是吃饱穿暖 然后做老官以后 就是 大多数都是 骂骂乎乎 随随便便 事业上 没什么名声 甚至还种下了 丑恶的种子 留下了丑恶的名声 让子孙后代 无缘无故地 承受这种耻辱 都有顾忌 所以 这个人的名字 都隐晦不说 不敢把这样的人 不敢把这样的人 认作祖先 你看今天有人 自称是孔子的 第几代孙 大家对他 多几分的增加 有没有 有没有人声称 自己是董卓的后代 反正我是没见过 所以呢 李荣最后总结了 一个人的品德 是由自向的格局 来确定的 一个人的事业的根本 在于他这一辈子 理想的高度 王中的这个故事 很好地体现了 这一章的精神 好 到了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来 解释这一章 整句的意思了 子曰 孔子说 君子 在饮食方面 不追求饱足 居住方面 不追求安定 做事要敏捷 说话要慎重 接近领悟了 大道的人 来纠正自己 这就可以称得上 好学了 这一章的文字很平易 但是道理很深刻 我们从头来看 吃不求吃饱 住不求安定 其实这里说的 不仅仅是两个方面 而是统称 一切的物质追求 一切的物质 享受 但并不是说 一定要饿着肚子 露宿街头 才是君子 才是君子 要是那样 君子就太好找了 晚上睡在天桥底下 翻垃圾桶的 那都是一群一群的君子 有道没有道 不清楚 反正就是很有味道 是不是这样 肯定不是的 而是说 不求 所谓的不求 就是不要把这些 当成是自己的目标 我们今天把这个当成 自己的目标的 有多少 没有90% 也不少于80% 上学读书 考大学 找工作 买车买房 结婚生孩子 然后又入托 上幼儿园 小学中学大学 孩子毕业以后 又要担心 找工作 找对象 忙完了 也该退休了 各位观察 自己身边的人 是不是 几乎每个人 整天都在追求 这些东西 你问他 有什么理想 有什么抱负 他好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你 理想多少钱一斤 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 很喜欢这样的 平凡之路 有些文学青年 还说什么 追求平凡 错了 平凡不用追求 躺平就平凡了 那个叫你们走平凡之路的人 他拍电影 中了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他自己从小 就不甘于平凡 这些妙论 都是不能信的 一个人生下来 就是要有自己的志向 认定自己的使命 追求自己的理想 要尽情的发挥生命的力量 体现人生的价值 这个才是正道 不要就考虑 一日三餐 有车有房 格局太小了 如果你没有在合适的生命阶段 尽情地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就会越火越后悔 我读书的时候 怎么不努力考点好学校呢 我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不大胆一点 创业呢 我壮年的时候 怎么高明一点 扩张自己的事业呢 后悔个没完没了 应该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尽可能地 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 那应该怎么去做呢 要去学 这个学 不是学习知识技术 背述文章 而是深度思考 领悟智慧 副主实践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三个方面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敏于事 注意我们说的是 我们的说法是 做事敏捷 有些人说是 做事行动要迅速 马上去做 不要拖拖拉拉 这个对不对呢 非常正确 可是不够全面 做事敏捷 不仅仅意味着行动要敏捷 同时思维也要敏捷 我们很多人做事情 风风火火 做事情当然需要这种 雷厉风行的作风 对于一些极性质 这个就比较容易做到 但是还有一个方面 容易被忽略 也比较难做到 就是眼睛里要看到事情 这就是思维的敏捷 这个方面 慢性质的人 要把握好自己的优势 就拿定机票 这每个小事来说吧 急性质的人马上行动 立刻在手机上面下单 付款 再发个信息给老板 搞定 这是行动上的敏捷 思维上的敏捷 是什么样的呢 它没那么快 但它会协调好 坐这趟飞机 出发的时候 谁开车 送老板到机场 那要通知司机 推迟下班 到达的时候 是什么时间 要不要对方接机 住哪个酒店的什么房间 安排什么活动 要跟随一起吃饭 是什么规格 需要准备什么礼物 当地的天气怎样 要不要多带衣服 等等 这些是属于思维的敏捷 顾名思义 圣于言 就是说话要谨慎 要慎重 所谓的祸从口出 这样的例子 到处都是 而会有一些知名的企业家 在这个事情上 也会栽跟斗 一言可以新邦 一言也可以上邦 往往就是一句话不注意 整个企业王国就呼啦啦 大煞将清 要想让自己的人生 到达更高的高度 就请管好自己的嘴 我们平常可以观察到 很多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 完全地表达出来 完全地表达出来才舒服 别人说了什么 有什么反应 完全不管 只顾着自己的表达 只顾着自己的表达 说实在话 是真不敢 怕什么呢 有什么好怕的呢 太多深刻教训 有人在朋友圈 对一个新闻事件 发表了评论 喜欢表达嘛 结果被甲方看到 丢了大项目 他自己还不知道原因 是甲方跟我们说的 说他这个人啊 还是有实力的 就是不注意各方面的影响 其实主要就是政治影响 我不想在这里评论是非 就是说这个时代 任何形式的表达 都要更慎重 包括口头语言 书面语言 公司形象 广告代言等等 都要慎重 大家熟悉的大品牌 各种方式的例子太多 敏于事而胜于言 在这两个方面努力 对一个人的修习成长 是很重要的 各位按照我们说的 把这七个字用起来 处理任何事情 会感觉到明显不一样 这就是论语厉害的地方 从自然中来 到自然中去 看起来很好懂的一句话 去做了以后 才发现他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只是做到这两样 还不够啊 还要做到 第三个方面 就是要主动的去接近 领悟了大道的人 以他们为榜样 来纠正自己 做得不对的 不够的 没有想到的 做到这三个方面 这才能叫做 喜欢学习 因为这一章 是属于学额的 所以这一章的主题 还是学习 关于学习的很多误解 我们在第一章 已经说明了 这里不做过多的展开 只是还是强调一点 无论在哪个时代 儒家的学 说的都是大学 什么是大学 三纲八目 哪三纲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主义至上 概括地讲 思想上要明确 要富足行动 要明白 进退 这三个方面 都是学 哪八目 大家都熟悉了 格物 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八目说的 是具体应用在 哪些事情上面 有内设 有外观 论语里面 凡是说的学 基本上说的都是这个 不是说读两本书 能写能算 就是学了 不对 一定是落实在自己的品德修养 和社会实践上 不停地总结 思考 提高 这个才是证物 我们今天的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对学的问题 没有搞清楚 小孩子生下来 很多父母 对学习的理解 就是学习文化知识 所以去上各种启蒙班 学写字 算术 学英语画画 学音乐舞蹈等等 这些要不要学 当然是要学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要注意孩子 人格方面的培养 一定要让这个孩子 有一个健康完整的人格 就好像我们种一棵树 在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不要让这棵幼苗 受到挤压 受到弯曲 这样将来它才会长得好 对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可惜的是 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德育教育 到现在 还是没有转连过来 一直到了 小学 初中 高中 在人格健全方面 在人的生命情感 成长方面 我们的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 都是缺失的 所以我们的社会就出现了很多的巨婴 很多智商很高的大学生 不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不知道如何融入社会 也有很多人格不健全的成年人 做出来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行为 就是因为 得不到营养以后的萎缩 来自家庭 学校和社会的压制 扭曲 导致了他们的人格 没有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 是病态的畸形的 这就是我们 过度重视 知识教育造成的后果 所以各位 别的方面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就拿君子的标准 先来关照自己 人格是不是健全 人的身体要健康 思想也要健康才行 怎么才算是健康呢 君子的标准 估计很少人能达到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成长历程 这个方面都是严重缺失的 那要怎么去做 才能去补足这些功课呢 就必须要回归到 大学的路子上边来 这些呢 可以作为这一招 内送的部分 按照我们的结构 那还有外包的部分呢 又应该怎么来应用 先来说 食无求保 再加了咱们就不说了 外酬吃饭应酬 记住了 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菜 要做到跟你基本上没关系 大多数的饭局 大家都不是奔着那一桌菜去了 在饭局上 一定有一个主题 即使是朋友聚会 也都是奔着联络感情去的 你可以看情况 参与或者不参与 即使不参与 也要多观察思考 不要除了玩手机 就是埋头吃饭 那还不如不去了 居无求安 就比如说外出办事 也不要那么在意 住的是什么酒店 应该把主要的精力 集中到要办的事情上 难道要整天待在酒店里面睡觉吗 既然不是 那就没必要 过于重视这个酒店的档次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 有些人刚当上分公司经理 第一件事就是 买办公室家具 找漂亮女秘所 这些都是属于不务正业的 如果你是老板 愿意把重要的事情 将为这样的人来办 把个人享受放在一边 才能把精力集中到事业上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我们想引用 正贤在为上书做注解的时候 说了那么一句话 叫做 律生通明 位置思 深度思考 达到了通透敏捷的程度 这个叫做思考 什么是通透敏捷 一个事情放在心里 瞄准它的主要目的 看清楚关键的节点 方方面面都列举出来 在深入的考虑 应该要做哪些准备 应该怎么去安排 必要条件是什么 充分条件是什么 无论出现什么局面 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都能从容应对 这个才叫做敏 圣言前面说了 就不再重复了 第三个层次 有到我正焉 也就是如佛学里面 强调的 善知识的作用 那什么叫有到 按什么来证 是不是要像朱熹说的 那样 纯天里灭人欲 我说的不算 谁说的算 谁说的也不算 要按照每个人 自己的情况 要考虑各种道 在现代社会 有没有实行的基础 最后还要在实践当中 去验证 前面王子不是说了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这才是你自己的道 这就是这一张外王的三个层次 这三个方面做好了 你的人生事业 也就能有一个 比较好的前途 反过来 号车懒坐 安宁现状 眼里看不见事情 还到处乱说话 行为不端正 这样的人 不要说事业 整个人的格局都很难打开 最好 你也不要去找这样的人 做朋友 无有不如己者 好了 时间关系啊 这一章 就说这么多 下一章再见 请不吝点赞